我是国立东华大学法律学系 阿威莫娜 蔡志伟老师 你们知道每年的8月1日是什么日子吗 每年的8月1日就是我国原住民族日 为什么是这一天 这一天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994年我们国家的宪法进行了第三次的征修 正式的让充满殖民教化式的三包名称走入了历史 原住民族日就是要纪念三包证明为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族权利运动 我们都听过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作为台湾原来的主人的原住民族 如何与宪法产生关系 宪法又是如何保障原住民族的权利呢 东华摩克斯全新推出宪法与原住民族法规的课程 由我带领着大家一同来探索我们国家宪法的发展 变革以及对于原住民族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 在这次的课程当中 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宪法的基本原理 以及我们国家原住民族权利运动跟法治的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透过丰富的课程规划与精彩的单元说明 我们将深刻的进入在原住民族法学与多元文化的学习养分 希望大家在人权保障的道路上 都能够成为拥有原住民族文化底蕴的领路人 诚挚的邀请每一位的好朋友 加入东华摩克斯的学习行列 与我共创欢愉的学习体验